DSE 2018 ICT P1A MC 第七题 这题当年只有48%效率答对 一家公司想做一个Mobile App 一个手提电话的流动英文程式 去处理staff record 即是公司的员工记录 在每一个staff record里面 有10bit的memory 是用来储存staff numbers 另外有12bit的memory 是储存中文名的 现在就问了 究竟这个Mobile App 这个流动英文程式 能够support支援 总共有多少个staff record 我们看看这个record的设计 和它的构造 哪一个部分 是会决定了 determine the staff record的总数目 这里我们一定是看 key field的构造 或者设计 或者我们叫primary key 很明显 staff number在这里 就是我们的key field 而key field里面 每一个number都是独特unique 不会重复的 才可以一对一地 去表达到每一个员工的记录 一个10bit的primary key field 可以表达到多少个staff record 我们在这个formula 就是2的n字放 在这个case n就是10 如果计算是1024 但答案是不需要的 这样就会是a for apple 但是这里我会问 为什么后面的12b的中文名 我们不需要考虑的吗 事实上我们真的不需要 consider这个中文名的部分 因为即使加上去 是不会增加到 10bit staff number的独特性 因为基本上这两个部分 其实是一个one to one的关系 一对一的relationship 与此同时因为中文名 有机会重复 你都不会把它夹到 primary key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解释 例如假设第一个staff number 是10.0 这个人叫陳小文 到第二个staff 很明显就是9.0 再加1 这个人叫陳大文 我们再做第三个 我们再做第三个 8.0 再加1.0 这个人叫陳 占文 如说去推 我们会见到 基本上就是staff numbers 去决定 你总共可以表达到 多少个staff record 以后的中文名 是不会影响前面的总数目 它纯粹记下 那个员工的中文名 最后我们解释了 二的n次方 这个n次方 其实是怎样来的呢 假设n是1bit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只有01 两个状态 2bit 我们再加01 01 所以这里就有四个 00 01 10 11 3bit 就再开枝散叶 01 01 这样生下去 就像硕科里面 我们学过的tree diagram 这就会是 00 00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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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共八个 那你见到 每加到那边 每加到那边 这个total number of combination 就是总数 就会是double了 所以你见到 这个就是 1bit 就是二的n次方 两个combination 两个outcome 2bit 2bit 3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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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nbit 就是2bit n次方 这么多个combination 谢谢大家